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六 先跟大家說一聲 2022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新年一年不免俗地來拍一部影片回顧一下去年 2021年對我來說可以算是有所收穫的一年 不論在YouTube頻道的經營上還是在德州扑克上 都是有所進步的 頻道的部分在前陣子成功突破了5萬訂閱的大關 而對於一個主題是講德州扑克這種非常冷門 市場也很小眾的頻道來說 這真的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我一直還沒有拍影片跟你們分享這個喜悅的原因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那就是我的頻道之前被YouTube警告 還被封鎖了半個月 這個警告會維持90天 所以現在算是被留效查看 只要再一次警告 我的頻道都會被移除 一切就化為烏有歸零了 所以我不想要拍完一部5萬訂閱之類的影片後 結果過沒幾天 欸?頻道怎麼消失了? 這樣的話就真的有點尷尬了 所以我打算過一陣子等警告結束後 再跟大家聊聊頻道的話題 那在德州扑克上 我在GPI全球扑克指數中 2021年的年度積分結算後 排名是台灣第一 成為了2021年GPI的POY National Player of the Year 台灣年度最佳撲克排首 那這對於一個2020年就決定要退役 當個堅持娛樂玩家的我來說 是完全沒有想過會獲得的殊柔 我在2021年現場錦標賽的總獎金 大約是325,000美金 折合新台幣約900多萬 那這也讓我在The Handle Mall 全球扑克數據資料庫中 生涯累積的總獎金超越了像是 Yaman Wu、俠克以及 Kenny Hsu等前輩 擠進了台灣生涯累積獎金排行榜的前十名 那雖然去年的獎金我其實是比小P 以及贏得金手鏈的Carlos還要少的 但在美國打檢標賽的那3個月左右的時間裡 我總共打進了20場前圈 其中包含WSOP世界撲克大賽 56MAX第4名在內的兩個決賽說成績 另外也有4個前20名的表現 這也讓我下半年跟小P在GPI的年度POY積分上 競爭得非常激烈 分數也一直都咬得很近 我們的名次常常在第一跟第二之間互換 真的是只要一兩場大型賽事打進前圈 排名就可能會有所改變 那我的分數在12月中旬時 還以些微的差距落後給小P 但距離2021年結束也只剩下兩個多禮拜之外 那也是我待在美國的最後一週 之後就要回台灣隔離了 所以算是最後的機會 那那個禮拜我跟小P都有參加 在拉斯維亞斯舉辦的WPT 世界撲克巡迴賽5 Diamond年終五鑽賽 我在這場10400美金買入 重新雲集非常不好打的主賽事中 運氣相當好的打入了前圈後 年度積分才超越小P 成為台灣第一 然後離開美國前 威尼斯人的最後一場比賽 我在555人的賽事中 打入決賽桌並獲得了第六名 也靠著這場積分 暫時超過了韓國生涯獎金排行榜 前三的玩家 Steve Yair 一度成為2021年的亞洲第二 只是很可惜的在我回到台灣後 Steve Yair 在12月最後一個禮拜的WFP賽事中 打入了兩場前圈 讓他的排名最終又回到第二 我也以第三收尾 不過這也是繼2017年小P拿下亞洲第一之後 台灣再一次有玩家排進亞洲前三 不過坦白說2021年算是一個縮水賽季吧 因為1月到3月基本上還是受疫情的影響 美國的比賽也一直到第二季才復蘇 並不是完整賽季的一年 再加上我最後真的是運氣很好 才能在年度結算時成為台灣第一 如果幾個月前要來賭說 誰會是2021年台灣第一的話 我想所有人 包括我都一定會說 當然是小P啊 不然要賭多少 對因為從2017年起 2018、2019一直到2020 每一年GPI的年度POY積分 小P都是台灣第一 他已經四連罷了 而且他在2017年的時候 甚至也成為亞洲第一果 那這個積分的算法 是每一場國際賽事只要打入前圈 就會有一個積分 這個分數是根據這場比賽的買入 獎金、參賽人數跟取得的名次 用一個公式做加拳平均後所計算出來的 並且每年取前13場分數最高的賽事 計算出年度POY的積分 那這除了需要夠好的成績品質之外 還需要足夠的量 那台灣打比賽每年都能產出這樣值跟量的玩家 我想就只有小P了 而他在撲克上花的時間 跟這段日子裡所付出的堅持 我認為是沒什麼人能夠跟他相比的 這也是我相當佩服他的地方 而且坦白說 他對我的錦標賽之路也有不小的啟發 開玩笑的講我也是看他打牌長大的 那在GPI公布了我是2021年台灣排名第一之後 有蠻多的朋友 不論是認識的或是不認識的 都私訊我請教一些錦標賽的經驗 或是希望我能夠分享整個錦標賽學習的歷程 雖然說我以前有拍過我的撲克回憶錄裡面有提到一些錦標賽的部分 不過那時候我的頻道訂閱大概才1萬多人 現在已經成長到5萬多人了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新朋友沒有看過 那接下來我會簡單的分享我接觸錦標賽的歷程與體悟 也希望能夠給如果有興趣踏上錦標賽這條路的朋友 帶來一些幫助 2016年是我第一次打撲克的錦標賽 那時候我只是剛接觸撲克一年的新手 而且還是一個連大學都還沒畢業的學生 但那一點我就知道小P了 因為他已經贏過Pokestars的APOY亞洲撲克之星的頭銜 還接受過電視媒體的採訪 就好像一個競技運動的選手 打比賽的人沒有人不知道他 那這也讓我慢慢的感覺到 如果你要在撲克上受到關注 錦標賽應該會是最適合的一條路 但那時候的錦標賽對我來說 就只是大學生暑假出國玩 順便會有的消遣娛樂而已 我幾乎都只打一些幾百美金的小比賽 就已經覺得非常刺激 非常好玩了 雖然2017年我已經開始步入全職打牌的生活 那個時候也因為幫一些撲克平台做推廣 有開台直播打打線上錦標賽 也是那個時候開始對錦標賽 有一些初步的認知跟研究 但我都是打那種幾十塊美金的小比賽為主 因為我知道錦標賽的波動很大 我根本輸不起 對沒錯 那個時候的我沒有輸的本錢 如果有看過我以前回憶錄的朋友應該知道 那段時間裡我都在打小額的線上現金桌當個農夫 每天能夠賺個幾千一萬多塊就非常開心了 雖然整體收入算是不錯 生活也還算過得去 但我那個時候因為賭博的關係 在外面欠了一百多萬 所以我打開的收入有一部分是要拿來還債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我沒有輸錢的空間 因為我連想要升級打大一點的現金桌都很戰戰兢兢 更不用說波動大很多的錦標賽了 相較之下 2017卻是小P成績最好的一年 他贏了WPT北京戰之後 又進入到WSOP的決賽桌 還記得當時我就坐在螢幕前面看著小P的比賽轉播 坦白說那時候錦標賽夢想的種子 已經慢慢的在我深深的腦海中發芽了 因為我也想要像他那樣子在聚光燈下打著牌 而不是每天一個人關在房間 與世隔絕的點著花束敲著鍵盤 而雖然能夠賺到一點錢 但每次當別人問我你在幹什麼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樣解釋我的生活 那個時候我也夢想著自己是不是也會有坐在WSOP 決賽桌上打牌的那一天 而不是只能坐在書桌前看著電腦螢幕羨慕著而已 雖然我知道依我那時候負債累累的情況 這些都是不切實際 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我總該有做夢的權利吧 當然夢醒了之後還是得好好打牌過日子 先把債還完才是比較實際的 那2017年算是撲克APP掏金的時代 一直到大概2018年的4月 中國相關部門大規模的掃蕩跟取締線上撲克後 亞洲APP整體的環境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差 獲利空間也不如以往 那那個時候的我已經農了一年的線上先行桌 把債務都還得差不多之後 口袋裡面也還有一點小錢 我受夠了這種與世隔絕 每天點著滑鼠敲著鍵盤的日子 想要體驗看看不一樣的生活 剛好2018年的五六月份 我終於從政治大學畢業了 接下來就是等兵單準備入伍 那其實當兵對於一個男生來說 我認為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 入伍前我也不知道我以後 到底會不會再繼續打牌 甚至不知道我未來人生的方向在哪 所以我就想說在當兵前出國好好的玩一下 到各個國家走一走 而現場錦標賽就是一個既可以打撲克 又可以結合旅遊的模式 所以在2018年中我算是正式的開始接觸現場錦標賽 一直到18年11月入伍前 我總共打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時間 從澳門、越南、韓國、菲律賓一直到台北 這幾個月裡亞洲大大小小的撲克賽事品牌 我幾乎都有參加過 雖然那時候我對錦標賽的細節研究還不多 但憑藉著線上撲克背景出身還不差的底子 這半年還是有一些小小的成績 也打入了20場賽事的前圈 整體表現來說算是普普通通 雖然沒賺到什麼大錢 但那段時間還是玩得挺開心的 那那個時候我很常在排桌上遇到小皮 也開始認識他 當時他對我說的話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蠻印象深刻的 他那個時候跟我說我排打得還蠻好的 但真的太愛玩了 如果我能夠把更多的心思跟時間 專注在撲克上 而不是整天只想著出去循環作樂的話 以後應該會有很好的成績 那聽到台灣當時錦標賽成績最好的玩家這麼說 我當然是很感謝他對我的肯定 因為我在他的blob有看到 他每年花在撲克上的時間接近3000個小時 而我除了撲克之外 可能還得加上那些燈紅酒綠的時光 才跟他有得比 當然他跟我說的話雖然我有聽進去 但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那時候我只要比賽出局了 基本上就是夜夜深歌 每天只醉金迷 一來是我想內行人都知道 我剛說的那些地方 晚上的夜生活有多精彩之外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要當兵了 我把這段時光當作入伍前的解放之旅 畢竟退伍後 我還會不會繼續打撲克都不知道 就更別說現場錦標賽了 但就在2018年的11月 我收到兵單駐當兵去的同時 亞洲現場撲克賽事有個很大的轉變 那就是澳門撲克的沒落 以及台灣錦標賽漸漸合法化 所以開始有一些大型的撲克賽事品牌落地台北 這對於台灣玩家來說是很好的機會 過去需要飛到國外才能參加的國際賽事 現在在自己家鄉就能打得到了 而那個時候我的運氣也很好 抽到的是朝九晚五的替代役 所以每天五點下班後 我還可以繼續打線上撲克 時間很充裕之外 我也會努力地去出公差 或是去捐血跟做社區服務等各種方式 來換取榮譽價 讓我能夠排價跑出去打一些比賽 也算是跟撲克錦標賽再續前沿 那當兵的前大半年成績平平 表現算是差強人意 但後半年就精彩了 有看過我以前影片的朋友應該有印象 我退伍前的有四個月 撲克上與生活上的所有事情都一團糟 身體跟精神狀態也很差 算是一個人生的低潮期 那個時候我撲克的錦標賽 連續打了整整41場比賽 一次前全都沒有進過 這在數學上是極低的機率才會發生的 坦白說就算是運氣非常非常非常的差 這如果是線上撲克的話 可能一下就過去了 不會有這麼深刻的感受 但在現場錦標賽中 這可是整整三四個系列賽的事情 這段時間我每天就是背著錢 去送完錢之後再落寞的回家 那這三四個月的日子裡 我要面對的不只是輸了100多萬的虧損之外 還要受到不少人的冷嘲熱風 像是說我這種成績之前還敢出來交打牌 真的很可笑很不要臉 或是說我做YouTube影片 手排解說的頭頭是道 上牌桌還不是輸的像個小丑一樣之類的 你說不在意或是不難過 肯定是騙人的 但這些壓力其實都比不上 身邊親朋好友的關心跟問候 那些你怎麼了?你還好嗎? 為什麼會一直輸呢?是運氣不好嗎? 當我不知道怎麼開口解釋這一切的時候 其實這對我來說才是更大無形的壓力 但現在我回頭看挫折真的才會使人成長 因為那個時候的我相當無助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嘗試咒罵過抱怨過 也自暴自棄怨天尤人過 但事實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這也讓我漸漸的體會到 人在低潮時千萬不要期待會有貴人出現相助 因為那個時候不只家人跟朋友都完全幫不了我之外 我覺得根本連上天都在跟我作對 我也慢慢的發現這個世界上真正會拉我一把 救得了我的只有我自己 我開始每天下班回家看錦標賽的課程影片 然後用軟體運算更多自己以前不熟的地方 研究著當時那些優秀的職業玩家手牌 並思考如何去讓自己的策略變得更好 這些都是我以前不會做的事情 因為以前的我總是仗著自己有不錯的底子 覺得研究一些細節根本沒什麼意義 因為你可能研究了半天 多了那零點幾個大忙的EV 跑馬跑不贏還不是照樣出局 更何況在樣本數不夠的情況下 搞不好浪費了一堆時間 也不一定會實現這些EV 但我別無選擇 難道每天怪罪自己運氣很差 期待上天什麼時候會眷顧我 這比較有意義嗎? 就算運氣好讓我賽到好了 我不認為我的人生也會因此而變得更加美好 那時候我漸漸了解到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 是我沒有辦法控制的了 就像撲克錦標賽中 我不知道跑馬會不會贏 我也不知道排面會怎麼開 但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盡量讓我一天能夠比一天更進步 那經過努力的學習跟研究 改善自己打牌的策略跟內容 你們以為從此之後我的成績就開始逆轉了嗎? 撲克錦標賽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的時候只要學得越多 就輸得越多 大概已經連倒三十多場了吧 之後再繼續努力 研究了半天 感覺自己好像又有一點進步了 結果下一個系列賽 再全倒輸爛 那這也是我認為撲克中最可怕的兩件事情其中之一 就是當你覺得你在學習在進步 但出來的成績還是跟屎一樣爛的時候 是非常可怕的 這不僅讓你會信心全失 還會讓你過去相信的所有認知慢慢的崩落 最後你會懷疑你是不是學的全都是錯的 甚至懷疑自己根本從來就不會打牌 但在中間畢竟無數次這種自我懷疑的時候 我認為能夠繼續撐下去的關鍵在於 我對撲克本身還是有熱情的 因為回歸到本質上 我覺得我還是很喜歡打撲克的 而且對於學習更多撲克的知識跟內容 是會感到有趣而且開心的 繼續堅持下去之後 我就會深刻的確認到自己是有進步的 那就在我快退伍前 我的成績繼續全倒 持續瘋狂的輸前 已經連續倒了41場比賽 但那個時候我有一個很堅定的想法 就是退伍後我想繼續打撲克 理由是 我知道我打牌是一定會贏錢的 而且還會贏不少錢 因為我能感受到我跟桌上其他玩家相比 我的優勢越來越大 沒錯 你聽起來會覺得很荒謬 我在我成績最爛 輸最多錢的撲克生涯谷底 我竟然開始覺得 我自己在排桌上越來越強 因為我的信心來源是我對於這個遊戲的理解與付出 而不是短時間內成績波動的下風 但那個時候如果我這樣說 一定所有的人都會覺得我是智障 腦子有問題 但當時相信這件事情的人 除了我自己之外 全世界還有一個人也相信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當時的股東朋友 但在退伍前 我的家人肯定會問我說有什麼打算 當他們聽到我想要繼續打撲克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 甚至是徹底覺得我沒救了 當然我也能理解他們的心情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完全沒有成績 在旁人眼中 只會覺得我是個執迷不悟 在夢中醒不過來的人 但我自己清楚的知道 我當時的撲克水平 是絕對可以戰勝現場錦標賽的 光以客觀的角度來看 進步了這麼多 不繼續打牌 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跟我家人說 我答應三個多月後的農曆過年 不論如何我都會嘗試去工作上班 擔心你們這段時間不要管我在做什麼 反正我養得活我自己 當然以撲克的波動來說 我的水平好壞 都不能決定這三個多月是輸還是贏 但我只是想要有再一次證明自己的機會 就算沒有任何成績 至少也要不留下遺憾 即使我知道我持續的打下去 一定會有更好的成績 但我還是得設立一個停孫點 而這個停孫點對我來說 當然不是金錢 而是我的人生 因為錢再賺就有了嘛 但我不想要我的青春在牌桌上面 無限燃燒 只為了等待我出成績的那一天 那後來的那三個多月中間的結果 我想老觀眾應該都知道了 我在亞洲最大的賽事 紅龍杯主賽中 贏得了我生涯最大的獎金 760萬台幣 然後在APPT 亞太撲克巡迴賽的台北戰 贏得了243萬台幣 拿下了 超級豪華賽的冠軍 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成績 這三個多月 我的獎金超過了1200萬台幣 那會有這一切的成績 就是單純的運氣好上風期 跟我強不強或是水平如何 並不是完全正相關的 與其說我那段時間打比賽的運氣很好 不如說退伍前經歷了那四個月低潮黑暗期 才是上天給我的禮物 因為撲克中最可怕的兩件事情 另外一件 就是當你的自信跟認知 是來自於短期成績波動的上風 而不是你對於這個遊戲的理解跟復甦時 我覺得這會比剛剛說的下風還要可怕 因為下風久了可能會讓你放棄 讓你離開 但真正會一蹶不振 最後全盤皆輸的人 通常都是那些常過甜頭的 所以我才會說我真正運氣好的 是在這段經歷中所產生的心態變化 這讓我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段時間的上風期 否則我認為我只會持續的活在幻覺之中 然後再往後的人生經歷更大的挫敗 當然我不是說那些成績跟金錢沒有意義 畢竟那段時間後來剛好疫情的爆發 導致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崩跌 而我當時贏完這些比賽之後 手上有一些現金可以投入抄底 這完全是天時地利人和 那這也是我覺得我運氣最好的部分 2020過完農曆新年後 我也兌現了我的承諾 嘗試去工作上班 然後開始拍一拍YouTube頻道 但隨著疫情爆發 現場撲克基本上是停擺的 線上撲克則因為大家都歸在家 迎來了一波新的高峰 本來快要死亡的線上現金桌 回到了以前一大堆娛樂玩家的淘金時代 逐漸萎縮的線上錦標賽 也一次辦得比一次盛大 一直在破紀錄 那在我下班跟週末的時候 除了有空就打打線上現金桌 當作打工之外 也有找時間打一些當時的大型線上錦標賽 2020年的9月1號 是Pokestars在台灣營運的最後一天 我贏了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線上撲克系列賽 WCOOP賽事五的高級別 雖然230萬台幣的獎金並不是很多 但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一直以來 我都沒有一個線上大賽的成績 而這個WCOOP的title 算是讓我整個哭客生涯變得更加圓滿 沒有遺憾了 那在這之後 雖然還有一些小的成績 像是WPT的第五名之類的 但我打線上錦標賽的頻率是越來越低了 一直到2021年的話是幾乎不打了 那一來是因為亞洲打線上大賽的時間 都是半夜打到早上或中午 這對於身體健康真的太傷了之外 二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工作或生活安排的話 這打下去基本上隔天就是廢了 不過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我那時候有其他的計畫 我在2020年底的時候 把當時的工作辭掉了 並打算在2021年嘗試新的事情 2021年過完農曆新年之後 我在3、4月開始籌備我的新計畫 那不只是錦標賽 連現金桌我幾乎都是完全不打了 也慢慢的減少經營撲克頻道的時間 我想老觀眾那個時候應該也有感覺的出來 那就正當我打算慢慢淡出撲克 把重心投入到新的事業裡面時 5月台灣疫情突然大爆發 很多的公司跟單位都受到波及 那這對於一間正要草創成立的公司來說 無疑是一顆震撼蛋 所以這個計畫也隨著三級警戒的開始 暫時停擺了 那當時我就是一個無業遊民 每天待在家裡耍廢 然後無意中看到因為疫苗接種後 疫情相對趨緩的美國 我就想說不然去美國好了 除了去打疫苗之外 打完還可以去打個牌或是玩一下 順便嘗試錄一些撲克的影片 放在我的頻道上 沒想到大家對於我打牌的影片 興趣是很高的 所以我還多待在Las Vegas一個禮拜 加入了一週現金桌挑戰的內容 那8月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開始為2021年剩餘的最後5個月做打算了 我那時候在想要繼續嘗試新的投資跟事業來經營 還是再去一趟美國參加WSOP 那很明顯的我後來選擇了後者 我會決定再去一趟美國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我人生沒有參加過WSOP 身為一個撲克玩家從來沒有去參與過WSOP 這個全世界最盛大的賽事 感覺有點可惜 第二個則是稅務的問題 因為美國打比賽 贏得超過一定的金額會被課稅 不過這些稅是有機會拿不來的 而且它是以一整個年度來做計算的 所以同一年去打是比較划算的 那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大家喜歡看我打拍的影片 對這一點真的是最重要的 這重新讓我燃起了想要拍更多撲克影片給大家看 並且好好經營這個頻道的想法 那第二趟去美國參加WSOP 坦白講拍片是第一順位 成績我反而沒有什麼強求 雖然2021上半年幾乎沒有什麼打拍 一開始打起來有一點點陌生 但當我又回到牌桌上之後 我發現我對於撲克還是很有熱情的 撲克上如果能夠有進步的話 還是會感到開心的 所以我又花了時間 研究了當時頂尖職業玩家是怎麼打拍的 每遇到一個不熟悉的情況 回去我就會用軟體運算 重新的檢討思考 我覺得這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我習慣只要繼續打牌 就會渴望能夠打得越來越好 再加上我的心態跟情緒 跟以前比都更加的成熟 這對於整體實戰的發揮 也是有幫助的情況下 如果你問我人生中 撲克實力最強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我會跟你說現在或是未來 那我覺得這段時間我最大的進步在於目標的設立 這也是我最後希望能夠分享給大家的 我從來沒有設定過我去美國要打入幾場前圈 或是拿多少獎金賺多少錢 更沒有設立過我要成為台灣第一這種目標 因為撲克錦標賽的波動很大 這種短期成績都是不可控的 當然GPI的年度POY要成為台灣第一 這個或許是靠努力能夠做到的 但當你的競爭對手是小P 他也這麼的努力的時候 然後這種伯仲之間的分數也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我只能夠盡力而為 那唯一我能控制的事情 就是透過更深入的研究跟學習 讓我在牌桌上做的決定能夠更加優化 並且把它當作一種習慣 不停的重複的執行 因為我知道撲克是一個EV的遊戲 EV就是需要累積大量樣本數實現的 我知道只要我堅持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之後有一天抬頭看 或許我想要的成績跟目標就近在咫尺 但就算沒有取得也沒有關係 因為撲克只是其中一種我選擇的人生途徑而已 我真正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有更好的人生 成為更好的人 OK 那講到這邊 本來想要拍個幾分鐘的短片 不知不覺變成了我頻道有史以來最長的一部影片 但身為一個目前流量最高的中文撲克頻道之一 當然我做YouTube頻道是為了要賺錢 但在我賺到錢的同時 我到底分享了什麼樣的內容 傳遞了什麼樣的信息給支持我的觀眾 我如果單純拍一部講說 我今年台灣第一啦 那要怎麼樣 可能就會讓有些人覺得我很厲害 然後有助於我刷刷流量順便賣賣課程吧 但觀看影片的你們又得到了什麼 我希望我在獲得流量的同時 我做出來的內容是真正有用有幫助的 我認為這樣子我會感到更快樂 那今天我很用心的分享我整個錦標賽的歷程跟經驗 如果你不是打撲克的朋友的話 就當作單純聽聽我的心得分享 但如果是有在打撲克的朋友 我想說的是 我之前拍的很多部影片 其實本意都不是要打擊人或是勸退 我相信現在在觀看這部影片的觀眾中 一定會有打牌比我更有天分 未來成績比我更好更優秀的朋友 我希望傳達給你們的是 有夢想絕對是最好的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愛做夢的人 但是撲克這條路真的得逐夢踏實 我希望你們能夠知道什麼是事實真相 並認清自己後能夠少走點網路 凡是我們絕對是抱最高的期望 跟盡最大的努力 但也別忘了做最壞的打算 這才是我拍這一些影片的初衷 OK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內容 我們下期再見